大家好 从4月29日开始 回国就不需要核酸检测了 只需要在登机前48小时内 用试纸自行做一个检测 然后把这个结果填入海关小程序 进行申报就可以了 那这个海关小程序的这个二维码 就在每个领馆它有个通知页面 大家找到这个防控要求通知 或者是不同的领馆 可能在不同的页面 大家在那个Google上面搜一下也是可以的 然后找到这个二维码 用微信扫一下 我是用手机填报的 因为比较方便 但是电脑上也是可以的 那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填报过程 在微信扫一扫里面 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进入这个小程序的页面 点击第一个 然后就会有一个提示 意思就是这个锁填的信息要真实 不能弄虚作假 点一下OK 然后进入这个基本信息的这个页面 如果是进入中国就点Entry 然后是不是从香港走 或者是澳门 这个就根据情况来选 再就是自己的基本信息 性别生日国籍等等这些 然后它那个ID的话就是填护照 或者是其他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写 ID的这个number就是护照号码 然后是是否是乘坐这个商用的这个飞机这些的就是是 然后写上那个航班的号码 座位号这些 这个就按照自己预定的那个机票上的信息来填 然后自己的手机号等等的写上去 然后中国的联系的这个号码 它的联系人的姓名地址这些 就根据情况来写吧 再就是过去14天当中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 然后它这个有起纸时间 如果没有去过其他国家的话 旁边有一个删除这个键 大家就可以点那个试试 看能不能把这一项删除 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填写这个日期 再就是有没有下列这些症状 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填写 那最后就是把这个检测的结果写上去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code 它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它这个有一个过期时间 那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我当时先填了一次 然后这个过期的时间 是在我到达中国之前 那这样的话就不行 这个过期时间 一定要在进入中国之后 就出了海关之后 过期才行 那如果是直飞的朋友 在出发前一天去申报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中途要转机 或者是要在异地停留的 这种情况 也可以在到达中国之后 再来申报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必须要确保 可以连上机场的这个网络 或者自己的手机 本身就有网络 我记得当时在上海的时候 好像是要输入中国的手机号 然后接收验证码 之后才能使用机场的网络 我不知道我记得是不是正确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最好还是在出发前 就把这个申报给填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